我看吉伊卡蛙的行路地層大概是這樣的 前15集 雖然很可愛 但好像有點無聊 第28集 欸? 開始產生了什麼一般稱為愛的感情了 小疤好暖 好喜歡小疤 第40集 吉伊加油 不要哭 第44集 哦!跳個舞怎麼那麼猛 120集之後 從今天開始 我是吉粉的 吉伊卡蛙會紅真的不是沒有便宜 接下來影片重點會放在 讓吉伊卡蛙穩坐新世代人氣IP的原因 因為他做的是這款支撐力超穩的棉豆沙 你是不是坐在沙發的時間比你躺在床上久 你是不是常常覺得沙發坐的腰痠背痛 你是不是會擔心你家的半瘦人把沙發跳壞 嗯會 我也是 之前放在客廳的沙發跟我攝影棚放的都是同一組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還有簡略的沙發椅角 但殊不知 半瘦人出現之後 他就變成圍樓了 遇上等級9級的半瘦人 好幾次螺絲都被他跳鬆 所以我就決定要來換一組 站立高的沙發 這次有經驗了 一律先選結構穩了就對了 所以我就和雜師到棉豆腐的台中門市 去試坐他們的沙發 然後我們坐下來 我和雜師就互看了一眼 就他了 現在坐到沙發追劇的時間 比躺在床上還久 我上一組沙發坐墊是泡棉填充 坐久了會變形凹陷下去 但棉豆沙的座墊採用了獨立桶 加棉豆腐的記憶棉 結構則是全石心一木骨架 木頭還經過搖烤烘乾處理 可以防止發霉和變形 支撐力相當精實 是沙發 同時也是一張床 賣陣等級高達9級 半瘦人肆虐後表示滿意 喔對了 半瘦人姑且也是一種野獸 弄髒沙發是家常便飯 所以表皮我特別選用貓抓布 抗瓜抗污 髒人馬上擦起來就好 一張好沙發 可以祖傳數十年 棉豆腐保證 棉豆沙 絕對經得起考驗 給出五年保固 終身保修 可以和你一起慢慢變老 如果真的不滿意 14天內告訴科夫 他們會免費倒腐幫你收回去 但通常躺過之後就回不去了啦 為了表示他有多好躺 我決定一整集都這樣錄著一卡娃